采冰人是以采集冰块为工作的人员,举办大型冰雕主题活动,需要在冰封的湖面上大量采集冰块,从而催生了采冰人这一行业。 他们厚厚的棉衣上套着救生衣,拿着电锯、铁线等工具,站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面上进行采冰作业。 随着新疆阿拉泰市冰雪大世界的开工建设,一群采冰人也出现在冰封的阿伟滩水库上。 明年我们是12月初开始采冰,今年的采冰任务预计是两千多方三千方,我们上了二十几个工人进行采冰。 这群采冰人时间长的已经干了十几年了,时间最短的也有一两个年头。 王宗滨今年已经是第十三年采冰了,现在是冰厂的游具手。 他告诉记者,天冷穿得厚行动不方便,切冰是个技术活。 冰雕制作需要不同尺寸的冰块,除了要聚平保证没有废料之外,而最大尺寸冰块的采捞,即使现在用机械拉,一块也需要近一天的功夫。 手机转平去,不转平去,它去写了,写了以后这料子要废,这不好用。 这重的很,那一个大瓶可能,我个手可能有,哎呦,一吨多吧,两吨一吨。 哎呦,两吨要是人工拉,可能二十个人才能拉出来。 原来是人工拉,这两年是机械,还有,手要省进一点,人工拉原来就是肥进。 此外,冰面相比城区温度,一般低三到四度,常常达到接近零下三十度,采冰人要整天待在冰上。 而这对于刚接触采冰行业不久的装心军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 在寒冷的冰面上采冰不仅辛苦,同时还要时刻提防着滑落水中,救生衣也成了采冰的标配。 早上九点半到下午六点半,刚来的时候,各种不同的期训, 就拿到邮局吧,当了部门,干活的时候啊,都有点着急的干活,来回转身嘛,不注意,靠边了,太近了,底下滑得很。 一踩空一角,那变身就,变身就,变身就摆进去。 因为长期在户外工作,工人们要时刻保证充足的热量,为此采冰厂每天都会为他们准备温暖的火炉和热腾腾的肉汤,而这也是他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候。 正是这群采冰人的默默付出,如梦如幻般的冰雕作品,才得以呈现在大家面前。 据统计,2018年阿拉太市冰雪大世界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,拉动了阿拉太市旅游业发展。